听完了之后 各位有没有觉得信心大增 我们的那个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桥梁 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好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 从属连接词 或者是对等连接词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大类 常常会用到的关系代名词 那么关系代名词也可以连接句子和句子 那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留两个句子 中间有一个交集 中间有个交集 我们就可以用关系代名词 来连接这两个句子 那这个关系代名词 它可以当代名词 也就是说它可以代替 同样的这个字 也就是说你同样一个字 不需要重复两次 第二它又可以连接两个句子 好 一石二鸟 多好 好 我们比方说 看第一句 He had never painted the masterpiece 他从来没有画出 这样子的一个杰作 这么样子的一个大作过 好 他从 他曾经梦想过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这幅杰作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它接起来 重复的字 交集 是不是就这个字 The masterpiece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用关系代名词 来连接 好 他呢 从来没有画出 OK 以前 之前从来没有画出 这一幅 他梦寐以求画的这幅画作 好 这里 用哪一个字 交集是The masterpiece 对不对 那我们用一个字来代替 就是关系代名词 好 那代替前面出现 就是代替同样的重复的这个字 然后又可以连接这两个句子 好 所以你们如果不太熟的 你先把代替取代这个重复的字的关带 先放在这个位置 which 对不对 那再把它搬到句首去 好 关系子句的句首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He had never painted the masterpiece 后头 which he had dreamed of 这个叫关系代名词 为什么有括号 它可以省略 那你们现在会不会觉得头又痛了 啊 为什么 有时候是有可以省略 有时候不可以省略 到底怎么办 很简单 好 我们后面会讲到了 那我们只是现在先注意一下 那么如果关系代名词可以代替重复的字 这个字如果是东西 我们就用which 代替的这个如果是人 我们就用who 好 那么东西或者是动物都用which 如果是人就用who 那如果是which 如果是that 不是which 如果是that 它的功能更多了 这个that可以取代who 也可以取代which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无限制 这个这个这个任意的 非常任性的 一直都用that 你如果说我还要判断多麻烦 我就一路用that就好 that也有它的限制 我们待会再讲 好 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大概知道关系代名词可以代替重复的字的时候 又可以连接两个句子 你会不会就要把这个关系代名词好好的稍微的加以注意一下了呢 那么既然如此 好 关系代名词who也有所有格 它的所有格就是whose 好 那么so格就是whom 那么which的所有格有两种 你可以用off which你看嘛 什么什么的 你也可以用whose 这个是后来比较现代的之后人家觉得挺麻烦的 如果说你这里又要用off which 那干脆用whose 可以接受了 受格which 好 that的主格是that 它没有所有格 好 那它的受格是that 来 那你说什么时候可以省什么时候不可以省 简单 关系代名词当受词可省当主词不可省 可是你要小心 当主词或当受词是看关系子句 不是看主要子句 是看关系子句 怎么说 你看一下这个句子 he had never painted the masterpiece which he had a dream of 你这个当主格或者是当受格 不是看前面的这个主要子句 在前面这个主要子句里面的masterpiece是受格 对不对 好 可是 当然了 刚好在这个句子 which he had a dream of 刚好也是当受格 因为主词是he 然后呢 主词是he 然后动词在这里的这个dream of 然后刚好这个whose是当什么呢 这个whose是当做受格 所以他可以省 但是你来往下看哦 你来往下看哦 比方说以这个句子 以 以 这个句子刚好是主格 我们先找一个受格的 好 你看这个句子 the girl 这个女生 动词在这里 OK what's his sister 这个女生是她的妹妹 好 某一个男人 某一个男生的妹妹 好 我遇到的这个女生 OK 好 这里有一个形容词指句 我们先有个大括号挂起来 OK 好 关系代名词 待会再看 那么关系指句在这里 好 来 所以我遇见的这个女生 好 来 这个女生是我遇见的这个女生 好 是她的妹妹 好 来 各位你们看哦 the girl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重复的字 这个女生是她妹妹 我遇见这个女生 所以重复的字是the girl 那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用哪一个字来代替呢 我们可以用who 来代替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来了 这个who 这个the girl 在这个关系指句里面 在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who是当什么 格 受格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主词是在i 动词在mat 这里是受格 所以你说这个字 我如果用哪一个字呢 我如果用who 最正确应该用who 只是现代的英文里面也觉得啰嗦 所以就用who也可以了 好 那么 但是她能不能省 可不可以省呢 当受格 还是当主格 受格嘛 你要看这个括号里头的句子 主词 动词 受词 你不可以看主要子句 你不可以说who是代替the girl the girl当主词 不对 不对 你要看这个 这个 你要看这个句子 通哦 好 那么如果看这个句子 那我们再来看 她到底能省还是不能省 可以 她可以省 OK 好 这样知道 她可以省略 所以当受词可以省 当主词不可以省 那我们再回头 来看这里 the man 好 住在隔壁的这个人 很nice OK 非常的友善 那一样 这里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子句 好 这里是形容词子句 这个形容词子句 这个人 是很有善的 这个人又住在隔壁 所以我们代替 重复的字 那用哪一个字呢 who 很明显的用who 来 那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who可省不可省 他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形容词子句里面 当主词 还是受词呢 主词 所以他可不可以省 不可省 当主词就是主要的字 最重要的字不能省 好 现在会判断了吗 来接下来看这一句 你看哦 这个红色的车 好 开走了 肇事逃逸 那么这个红色的车 撞到了这只狗 撞到了这只狗的 这一台红色的车 竟然就开走了 来那这里代替前面的东西 所以这里应该是用 汇取 对不对 那么用汇取之后 你再判断 他是当主格还是受格 记得 是看形容词子句 OK 不是看这个主要子句 是看形容词子句 在这个形容词子句里面 当什么词 当主词 这里是动词 所以他能不能省 不能省 OK 不能省 好 下一句 the hysteria 他的case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音响 他的外面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case 是紫色的 他是adam的 belong to 意思是属于 好 各位这里很多人会很不小心的 就直接用which 可是你想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外面的那个 外面的那个盒子了 OK 好来 那个包装盒是紫色的 然后呢 是adam的 那所以你看 很多人就直接用which 可是不对啊 which只有代替是dario 对不对 音响又加上盒子 你应该是音响的盒子嘛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所有格 好 那么可是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sidario的所有格 你也可以用哪一个字来代替呢 whose OK whose case is purple 这样没有问题 好 那么当然 那你说whose 所有格能不能省 当然不能省 来 接下来 Mount Jade 好 这个玉山 这个玉山 他的山巅 山峰 OK 覆盖者 矮矮白雪 是亚洲最高山 好 一样 你这里代替前面的是东西 你也可以用哪一个字来代替 你可以用which 原本是which 对不对 可是 which只有代替山而已哦 好 又是这个玉山 然后玉山 山峰 这样子 对不对 不对 玉山的 山峰 所以这里应该用所有格 OK 好 来比较一下 关系代名词跟关系附词 你由形容词指句里面判断 由形容词指句下去判断 到底需不需要加界隙词 好 那基本上where就是界隙词加which 你看他的地方 那个地方到底是在什么东西之上 在什么东西里面 还是在什么东西的位置 on at 这个with in 通通都可以判断 好 接下来 when是表示时间 对不对 好 来 所以他等于界隙词加which 来判断一下判断一下 这两个句子 你看哦 玉山 好 这个玉山呢 它位于 line in 就是位于 位于台湾的中部 好 中央的地方 那是亚洲最高山 好 各位你们由这个词句来判断一下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指句 对不对 那你放进去嘛 你如果这里用的是which 你如果用的是which which就是代替玉山嘛 那你把它放进这个词句里面 你看一下这个句子 对不对 好 which如果代替Mount Jade 好 那你说Mount Jade that li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这个对不对 对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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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好 所以这里用which 来那你看下面这一句哦 玉山 好 我们停留了三天 那玉山是台湾 亚洲的 对不起 亚洲的最高山 OK 好 那你想 我们在玉山里面 不管是露营也好 OK 好嘞 那不管是在里头 树营等等等 有一个地方 OK 好 让我们在那里待 停留 你如果这里只用了一个 which的话 你把它还原进去 看看对不对 We stay for three days 然后接下来就加了一个Mount Jade 不对嘛 你原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in which 在玉山我们待了三天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那么这个in which 当然你也可以用哪一个字来代替 你就用一个where 来代替 好 这个是关系代名词 和关系副词 稍稍要注意的地方 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OK 好 我们来看 第八 好 来第八个 来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in 1937 好 这个是 My grandfather was born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是在1937年的时候爆发的 那我的祖父 这个是指时间 对不对 好 那我的祖父就是出生在 好 你要是现在单纯的用一个which的话 which指时间 时间指只有代替前面的1937 好 所以你不能说 My grandfather was born 然后1937 不对 你应该是加上一个什么呢 你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个in 对不对 My father My grandfather was born in 1937 那么这个in which 当然就等于哪一个字 when OK 这个是关系副词 时间的 好 这样子会不会比较清楚 来 那接下来 你看哦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in 1937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7年 那么1937 这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值得一书 OK 好来 note是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的一年 在历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那你这里就不会用in OK 这样子你就缺主词了 对不对 你这里少了一个主词 所以单纯的是1937 那你就要用which就可以了 可以了吗 来 请看一下 好 关系 代名词还是关系 负词 判断一下the house 什么we live is huge 我们住的这栋房子 是个大房子 很大的 OK 好来 然后呢 我们买的这栋房子 前几天买的 很大的 来 各位字句 你想想你如果用which 对不对 we live which只代替the house we live the house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用什么 where we live 对吧 那下面这一句 we bought the house 对不对 所以你这里用的是which OK 这样子容易吧 OK 我们把它 接下来 用一个醒目的颜色 好 接下来变化句型 跟那个分词构句和 附属子句互换一样 它这里分关系子句 就是我们所谓的形容词子句 也可以和分词互换 你看英文嘛 一通百通 还有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分词真的很重要 还能怎么考 再怎么考都是考分词 分词真的是占了一个大宗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尝尝看 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录音的教学 好处就是 你听完一次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说 嗯 我懂了 可是呢 一阵子你会忘 尤其是 句子结构比较不稳的同学 所以你必须反复的一看再看 让你自己很习惯那个句子的变化 来看变化句型 怎么变化 原则 一定要有原则 OK 好 来 没有规矩 怎么称方圆呢 请看第一个原则 是关系代名词当主词 当受词不可以 当主词 第二 关系子句里面主动的变ing 被动变pp 好 来 所以你看 第一个句子 OK John and Sue are roommates lived in an apartment John跟 Sue 他们是室友 住在一间公寓里头 这个句子有什么错 就是犯了我刚刚所说的错误 两个动词了 是不是 没错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你应该知道 看上下文的意思 John跟 Sue 他们是室友 然后呢 这个室友 他们就住在公寓里 好 那如果要改 好 我就加了一个who上去 问题是 小心 有的人分词跟关带不分 好 莫名其妙就跑了一个ing出来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跑一个ing 你原本应该是 John and Sue are roommates who live in an apartment 这样子就对了嘛 是不是 好 所以你不可能用 who live in OK 这种句子也会常见 不晓得你们是手写的太快了 还是你的观念不清楚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John and Sue are roommates who live 很明显 这个who当什么词 主词 动词在哪 live 对不对 好 那么形容词指句 可以 和 分词互换 怎么换 当主词的时候 主词省略 所有的原则都一样 主词省略 主动的变ing 被动的变pp OK 好 下一句 there is nothing is left 来 有没有错误 你们现在应该要知道了 直觉应该要知道了 两个动词串联 好 那现在怎么办 there is nothing which is left 这个才是对的 没有什么东西被留下来 好 来 就是什么都不留 那么这个形容词指句 来研究一下 which 是不是代替前面的 nothing 那么which当什么词 主词 对吧 当主词 b动词加pp被动 所以你可以变成 there is nothing left perfect 正确的句子 OK 好 来 下面这里 牛刀小事的 都是要请你判断 分词 购句 有没有看见 OK 分 连接 这个unless 是属于 附属连接词的 那么这种就是分词勾句 好 那么如果是 像这种都是分词勾句 好 来 那只是你看到的时候 请小心 你要自己判断一下 好 来 所以总共有 这里是复选 总共有这么多题 好 这里是要请你写的 写完了之后 好 来 请记得 该交给我的同学 请你务必要交给我 好 我来看看各位学习的情况跟效果如何 那么如果不通不熟 再回去看一看 形容词子句 OK 就是互会取代 连接两个句子 好 它可以跟分词互换 然后分词勾句 也可以跟分词互换 OK 好 这样子 懂了吗 好 不懂没关系 老师们都在学校 不懂 赶快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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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不要害怕 开口去问人 或者是跟人求助 这样知道 好 来 所以 记得 你们要自行的把它看完 研究完 OK 好 祝各位学习愉快 Lady哈哈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